今天要给大家叨叨的影片名字叫做我在一家黑公司上班已经快撑不下去了 故事一开始腿飞哥就是一个啃老的无业游民 每天在家靠着老妈养 这一天妈妈再一次询问腿飞哥什么时候去找工作 腿飞哥暴躁的喊道你死了我就去 母亲听后很难过就骑着自行车出去买菜 看到迎面而来的车子在想起儿子说的话 母亲故意发生了车祸当场身亡 母亲死后腿飞哥十分后悔 他决定振作起来开始找工作 但可是没有雪莉没有经验的腿飞哥处处碰壁 最终他在一家小公司找到了一份电脑编程的工作 刚来到公司时同事们都不搭理他 腿飞哥在新座位上坐下 抽屉的一本笔记本上竟然写满了 你快要死了 这是恶作剧吗 腿飞哥很害怕 这时旁边的同事主动来找腿飞哥八卦 他声称这家公司几乎没有一个正常人 有被工作逼疯的二愣 有脾气暴躁的组长 还有一个每天喜欢记录别人违反公司制度的行政大妈 上班的第一天 组长总是刁难腿飞哥 明明已经用邮件把合同给合作公司发过去了 偏偏还要腿飞哥打出租车去送一份纸质的 而且出租车的钱行政大妈也不给报销 这天组长又给了腿飞哥一份图纸工作 腿飞哥看不懂向同事请教 结果同事来了一句 我不会 又继续看起了漫画了 仿佛整个公司只有腿飞哥一个人在干事事 下班后腿飞哥看到了一份杂志 上面写着积累公司的判断标准 上司暴躁一怒 经费不给报销 员工技能低下等等 腿飞哥越想越觉得自己进错了公司 这家公司明显是一家黑公司 腿飞哥想要辞职 可是一想到了母亲 他决定再坚持坚持 一段日子后 他和公司里的同事们都混熟了 这才发现同事们问题真的很多 比如组长专业技能低下 纯属靠着自己的地位以及工作经历 每天派发各种任务给手下的人 稍有不满就开始破口大骂 以至于办公室 每天都充斥着组长骂骂咧咧的声音 办公室里还有一个 每天是劳人院兢兢业业工作的好同事 因为大家把全部的工作都推给了他 在每天的高压力工作下 这位同事的精神有些失常 现在这位同事准备把工作 全部推给腿飞哥 夜以继日的工作 以及办公室算不上好的氛围 再次让腿飞哥猛发了辞职的念头 不过公司唯一正常的同事卷发 又给了腿飞哥希望 卷发在加班的时候 会给腿飞哥带宵夜 还时常帮腿飞哥分担工作 很快腿飞哥得到了老板的肯定 而组长也让他负责了一个新项目 这天公司来了一位血力特别高的新员工 一次工作争执中 新员工讽刺腿飞哥文化真谛 瞬间办公室里哄堂大笑 腿飞哥再一次想辞职 可回到家却发现父亲失业了 第二天腿飞哥又硬着头皮来到了公司 办公室里每个人心怀鬼胎 新项目根本无法进行下去 工作压力之下 他又收到了父亲重病住院的消息 腿飞哥走在街头 压力删大的他直接晕倒了 等再次回到公司的时候 公司里唯一给过他温暖的同事卷毛哥一次之了 面对的办公室里互相责怪争吵的声音 腿飞哥再也忍不住大发了脾气 最后他选择离开了公司 没有了腿飞哥的同事们 突然发现项目根本进行不下去 大家开始反思自己 腿飞哥来到了医院照顾父亲 父亲告诉腿飞哥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就休息一下 此时公司的妹子来医院看望腿飞哥 还向腿飞哥讲述了卷发的故事 原来卷发的前女友 就是因为在这家公司压力过大儿自杀了 卷发来到这里就是想要改变大家的现状 听到这里的腿飞哥再次重振 希望他决心自己这次一定可以带同事们把新项目完成 重新发回公司 这一次同事们意外的配合 很快新项目完美的落下了帷幕 大家在这一次的合作中 真正的发现了自己在公司的价值 腿飞哥和同事们一起来了一次完美的蜕变 生活中和